听安姨爸爸说 一款新的音箱 BOSS发布的Katana Air Katana系列的音箱是BOSS比较有名的一套系列 那截止目前一共应该有将近十个型号了 每一款呢其实都有它不同的针对性 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的是一款叫做Air的型号 Air英文是AIR 那么大家如果有印象 凡是名字里面有Air的这种电子设备 通常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轻比较薄 那比如Micbook Air 就是苹果公司生产的那台非常轻和薄的笔记本 我记得当年它发布的时候 乔布斯把它放在文件袋里拿出来 当时颠覆了传统笔记本那种厚重的外观 那还有的Air就是iPad Air 同样也是比较薄的一款iPad的设备 那现在Katana Air既然叫Air那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试了一下它的重量 官方给出的数据不包含电池的话是2.2公斤 那它有一个提手可以很方便的提起来 这个应该就是可以随身携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应该也可以用背带把它挂在身上 这个音箱的大小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熟悉的AE10 比AE10要短很多 这里是后面板 底板下面就是传统的电池舱 打开电池舱可以看到我用了8节镍氢电池 这个电池和我用在AE10上的电池是一样的 那关于电池的使用时间 BOSE官网上给出了一个参数 是简性电池可以持续使用大约7小时 如果使用涅氢的充电电池 就和我现在用的一样 可以持续使用大约10小时 具体的误论我没有10小时连续使用的机会 所以还没有适合 关于输出功率 同样来自BOSE官网上的参数是 使用电源适配器时是两个15瓦等于30瓦 以后是30瓦的功率 使用电池的时候功率变成了20瓦 也就说是两个10瓦 那大家可以听一下卡塔乃尔在使用中的听觉效果 我们现在听到全部的声音 无论是我现在说话的语音还是一会儿便水管的演奏 都是用最普通的华为手机来录音 我现在音量只开到正中12点的位置 放了一个分贝仪在旁边 我们正好可以看到音量的变化 听一下码头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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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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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